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只能说吴国四个人铺开打 胜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高吓人 几乎没有人能赢啊 就是吴国团战非常强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盘吴国团战录像吧 另外这两盘录像也是这个两位朋友 那个就是希望我做 非常强烈希望我做也是 然后录像质量也还不错 那个是周末了 然后就做一下 我们看录像 这位玩家叫BAML457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他这个选项就比较好了 都是吴国的 选择性也比较大 首先排除就是孙坚啊 你这个其他五样都三选 你这个三选孙坚就比较弹头了 所以孙坚是首先排除掉的 这次的话 怎么组合都可以 陆逊 鲁素 陆逊二章 鲁素二章都可以啊 是我我可能会选陆逊和鲁素 但是你怎么选 其实都问题不是很大 因为陆逊毕竟是核心嘛 鲁素也比较强 我可能会选陆逊和鲁素 看一下比赛进程 上来183直接雷气了 那好吧 就是要是肯定不会亮剑啊 你在牢 能不能快点 然后 铁锁重铸一下 是是 不要剩下 剩下加容易大仇恨 解锁重铸一下 开个万键 开个万键 不过我个人的建议 开出孔王 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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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个人的建议是 三选吴国的尽量不要开尤语 就是游戏第一轮 因为你开尤语啊 很可能把这个卫国卖血全打出来 让卫国第一轮直接就 就建立很大的优势 这个对吴国是不太有利的 我是不太推荐 吴国三选翠翠上来就开第一轮就开尤语的 然后他去盲居了一下这个离线 也没有问题 看看会不会出现强倒众人推的节奏啊 果断挂起斧子 强倒众人推啊 看有没有人救啊 当然没有人救啊 应该是123自己没桃就死了 他没桃肯定 好吧 死了以后一看这个独菜啊 这说明一个道理啊 不要强倒众人推 强倒众人推容易悲剧啊 然后离校长来一下就系统默认断场主将嘛 开了一个南蛮 放出来一个孟霍 打孟霍出来了 当然孟霍的话基本没什么嘲讽 出杀就可以了 看看恐龙会怎么行动 这话先自己讲讲装备 他要打的话也没必要去打孟霍 孟霍真的没什么可打 先看看他的牌吧 有知己之笔那就好了 神牌啊 知己之笔可以看除了这个断肠以外的任何人啊 因为断肠的真的没啥可看的 已经断肠了 先看没断肠的 然后他看了下架 坚定了就去搞下架 还有一张知己之笔 神牌啊 又去看26的 两张 都看了 看一看他后续动作 行 他去杀138的 这个138的被他一顿搞啊 然后他也没连26的 这个26的是群的概率非常的大 但是这个130并不能说明这个138就一定是属 也有可能是为何无误 他只不过就是说 想让这个138的有嘲讽 也让属过嘲讽上去 转一下群的嘲讽 因为他看26的 他也没去搞26的 26的是群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但是不能说绝对 就是说只能是可能非常大 然后这个26的紧跟着恐龙的动作去杀这个解锁上两个人 他这个动作更加增加了他是群的可能性啊 嗯 然后孟霍的话 咱搞了下26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 至少还是没有任何亮相的必要啊 啊 挂个武器过就可以了 这个牌也没什么可出的 先看看节奏 然后这个队友亮了啊 大桥香香 还好啊 段长的是大桥啊 陆迅看到香香就可以了 只要香香单将就可以了 陆香香 嗯 香香你手里这武器比较多啊 然后就亮将了 然后他去杀孟霍 他怎么想的 他不应该去杀孟霍 他应该去杀被冰了的那个暗将 这是那个人是应该他去杀的 也不要去杀恐龙 也不要去杀孟霍 然后131的坚定了去搞这个138的 看主持角救不救啊 主持角没有救 香香救了 香香救的可能性就是可能就是觉得群会比较多 还真就对了 救出来一个大谷谷啊 孙权黄盖 孙权黄盖 孙权大志恒 找一套神装 还还不错 26亮将 果然是群啊 貂蚕 这个一箭给恐龙 这个肯定要救啊 这个必须要救啊 无论如何就是要救了 这个貂蚕就没必要再去杀孟霍了 你 这已经三个无了 你还去招惹孟霍干嘛 这个何必呢 啊 然后月鹰 这个是难不住寂寞了 这个亮了 月鹰亮的其实应该问题也不大 他应该有紧张 而且血线被压了 没有刨 你看 你这嘲讽就拉的非常的不必要啊 本来这个月鹰啊 是直接把孙权黄盖就火攻死了 嗯 你非要去捅孟霍一道 明明三个无了 你还去捅孟霍一道干嘛 和六十的也不亮将 看看 那他也不是吴国 他不是吴国的话 不大好处是什么 因为到现在也没有魏国的 他是魏国的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这个时候二张陆迅 亮将 开始搞起 刷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陆迅强强 无论是呃 在同一个人身上 还是说分别的 都是非常非常强 看他这个牌很弹腾了 这没有黑牌 没有红牌 弹腾无比的牌 别够召 这召禅 这召禅得弄死啊 杀一刀 可以吧 果然是个魏国 其实这张杀可以不出 多留一些 一些手牌保护一下自己 单香香就够了 有卢迅的真的单香香就够了 我们拍下去 打群战呗 看看三无如何对付那个卫蜀群 延军 都是团战吧 三打四 还是一个断肠的大条 看孔戎 我立刻把黄盖结印回来 狮子就给雕肠 雕肠回血了 其实吴国这个组合还是蛮不错的 吴国经常是各种组合 你看似不起眼的组合 他都能组合 组合到一块 孙权的目的目标就是这回合必须把雕蝉带走 反正麻烦就大了 当然如果能顺便把欧蝉带走 那是最好不过的 看来孔戎有没有逃了 孔戎是华佛 这刚才怎么不就雕蝉了 估计是没灯没脸亮还是怎么着 大家看 这几个国家大boss都在 群的雕蝉的大boss 还有这个鼠额月鹰大boss 卫国的真鸡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新的群华佗 你就看看吴国的能力啊 大家 我之前也做过黄盖的录像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黄盖这武将 大家可以看看黄盖这武将没有 这个瞬间爆发力是多强啊 我是觉得国家里黄盖这武将真的很好 千万不要小看 就是一顿爆发 带走貂蝉 必须带走貂蝉啊 当然的话 华佛那还是有陶的 这个不能再苦了 再苦一会被离战死了 我没有陶 华佛也是绝对要把这个 貂蝉捞回来 这又放个难门啊 这孟霍收人头啊 呵呵呵 救不救 救不救 啊 没陶了 那孟霍捡便宜了 孟霍神匠 祸手霸给你了 不断收人头啊 当然他这个不放也没办法 就是必须得把貂蝉放死 下一刀 看能不能顺便把月鹰带走的 当然没有带走啊 还没有办 我觉得 呃 我觉得可以 少苦一下 捅一刀就可以了 不要指望苦两张 能瞬间把月鹰带走啊 这起什么起啊 我觉得 这个时候是需要爆发的时候 并不是要起的时候 一个 一个无中生有起没了 这个时候不是再起 应该要爆发 还是应该摸牌比较好 不过就是这样这个 月鹰还是起来了 这爆发能 看能不能带走孙权黄盖 月鹰真的不愧是数个第一神将啊 点了起来 不知道香香还有没有桃啊 没有桃 人头被跟机收了 跟机是能杀到的 金权的 这不连谁呢 连二章有什么用啊 连二章 香香不是结音回来了 连香香啊 然后孙权黄盖死了 好的 孙权黄盖带走一个貂蝉 可以了 然后这个寂寞 乐的是个寂寞啊 陆迅神将 其实你能乐的 当然的话 你乐 大家从后续来看 就算他乐香香大桥也是白扯啊 这个陆迅神将 这个陆迅神将 起是你能乐的 然后 陆迅真的是国战里非常强啊 千万不要搅谈陆迅这个核心啊 各种刷牌 各种刷牌 你 所以说你乐香香也白扯啊 他还能解他有这么多东西啊 还能刷牌 尤其像是国战士手什么的 看我的厉害 这就是吴国团战的能力 吴国就是要明了干 嗯 哎 这个铁锁之前应该先重铸一下啊 先重铸一下的时候 刷牌 你这扔了 白扔少过一张牌啊 那流红牌可以 但是 但是你也应该铁锁先重铸了 这还是微微有未必 然后那个话头说 要是大桥没断肠输定了 大桥断肠的 你们也输定了 真的 真的就是 陆迅单香香就够了 大桥断肠了 你们也输定了 陆迅香香不是盖的 这还挂着连动 嗯 开始 开始突出了 这个是真的谁也挡不住了 全突突过去 一会儿杀曹操的时候可以可以先留红红杀 就是杀曹操的时候让曹操吸红杀 不让他清国 等一下这个细节就可以了 哦 这快进一点 这玩意的话应该就直接突出过去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技术含量 又一把这个 有红杀吗 能不能用红杀 哎 这寂寞的 先用红杀不得 太寂寞了 咱们再看一局啊 嗯 这个玩家叫 这什么字 红什么 我不认识啊 又是繁体字 一曲的玩家 感谢他的录像 嗯 这还是三个三选个孙间啊 孙间就不要选了 嗯 鲁素周瑜 鲁素我觉得一定要选 你可以选鲁素二张或者鲁素周瑜 因为毕竟鲁素比二张周瑜要好 当然你要非选二张周瑜也可以 嗯 他选了二张鲁素 没有问题 看一下 你比赛貌似很长啊 嗯 开个无中 前期都没有动 我是太鸟 同有喜事 王者无敌六号 最梦乐飘渺 六点之重铸之以之笔啊 你重铸之以之笔 你怎么打啊 我就特别奇怪 哎 好吧 鲁甲被挂 开南蛮 我觉得吧 不要 就是你要想开南蛮啊 就不要先挂鲁甲 留着手里 我遇见什么反馈钢力掌什么的 能多充一张手牌 又放出个孔容 我拆的话 你没必要去拆 如果远远位有人有距离 你可以把它拆了 你们不要去拆孔容 千万不要拆孔 腾甲估计要被顺走了 嗯 当然我还是那个建议啊 吴国三血脆皮 尽量你手牌 尤其你手牌不太好的话 尽量不要 放AOE 或者前置位 真的是容易把魏国都打出来 嗯 然后还是没有人动 我估计一时半会儿是没有人动了 看看有没有人谁会去招惹恐龙 但是你要招惹恐龙 你自己也得亮相 不然你招惹不起 嗯 不好意思 刚才卡了 嗯 这离笑了 其实现在离无离笑也都差不多啊 咱们可以稍微快进一下 瞬间离笑瞬间秒回啊 这个棋牌过 这个棋牌过 我估计 真的是一时半会儿不太会有人动啊 招惹恐龙 其实可以把这种杀给远位的人塞一张 转移转移嘲讽 或者怎么样 都无所谓啊 这么给远位一张杀 这个开南蛮就 完全没有什么迹象能说明是什么 虽然恐龙穿成假 不传当然他也不会掉血 这种什么都说明不了 这局比赛好像貌似 还没有出现突破口 我们开始盲狙了 好现象 盲狙三血 然后被弹了 这个东西也不太好说 有可能是群 但是你不能说一定 好 美国出来了 美国国家出来了 终于打开局面了 咱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比赛了 这个人把国家乐住 跳了一个飞味 小乔居然没有天香牌 天杜 然后扔一大堆 二张其实可以好力减 看看他扔的什么东西吧 果然跟我想一样 减了 有一个小乔出来了 因为再有 他就可以打团战了 我被乐了比较悲剧啊 跳了一个飞舞 看看前面有没有无窝 能帮他解这个乐 不过他自己又无限 没有 这个杀 不扔回去也问题 不是很大 那他没有距离 那个人 多给他一张下飞和美兆 还能多扔 好的 孙权这个时候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帮队友解这个乐 这个时候就直接开打群杖 看看孙权有没有能力帮解这个乐 孙权的话 杀到一个小胖 装塑 별 护塑 孙权和那四手牌撸一下 因为孙权的话手牌多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个恐龙为什么不杀鲁素呢 你杀一刀鲁素啊可以 赶紧要亮了 看看吴国的团战能力吧 这里再看一下 然后他去杀刘善 没有杀151的 151的是什么 独菜也出来了 难道151的也是吴国 我觉得吧 你有属性杀 不是吴国 151还真不是吴国 他没有搞 151的 是不是是鼠国 是不是因为那两个鼠国他去搞优善 不然的话 原来搞恐龙会好一点 151的 他也不敢杀小条 他还是怕小条弹 我觉得151没有可能是鼠国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位也不是吴 就是鼠国的群 是鼠的可能性很大 这时候肯定是欣达鲁素二张了 小条的话他们一起半会儿不敢招惹 孙权的话四血 谈一下 其实可以谈独菜 把独菜给谈到一血 谈到两血 谈独菜好一点吧 肯定不能谈刘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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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3打5啊 吴国3打5 看看能不能打得过 完全3打5 能服于人 160还不亮 现在亮不亮啊 也都要把你们打死 反正大5波3打5 这个可以撸了 撸吧撸 好吃加地蒙 你就看孙权能不能把手牌调到一张 调到一张可以考虑好吃加地蒙 有我三思 乐不思蜀 摸一下9张牌 那个 这还有一张乐 这个就虎了 吴国刷牌 这是虎 然后的话 先穿上牌 然后看看情况 然后可以把恐龙的和干年的撸一下 对 直接撸库尼 什么叫个人能力 什么叫团队能力 这就叫个人能力 加团队能力 大巫巫就是这样 这个可以傻 他愿一惯就惯了吧 又给刘备了 就是恶心组合 刘备狂 现在的话只有 还真是蜀国啊 赵云黄中 怪不得干凌去打刘善的 这个乐就神了 这个乐就神了 啊 我说二张果大发财啊 之前所以赏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这个贝勒也会剪一堆赏 别说卡了 赶紧说卡了 没到你出牌 你卡什么卡 你被翻面了 然后卢塞说我的糟和酒都被换走了 换的就是你 我大吴国就是有这能力 对不对 就明着干 就是明着跟你们三打五 你们什么 大家还有160的没亮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亮啊 不亮的话你更打吴国 美国啊 又打那个卫属群联军啊 没想到吧 我就打你们卫属群联军就是不怕 完全不去 这个晒刀 问题不大 武器可以不给他 孙权是不是周泰啊 还是 还是什么玩意儿 是不是吕蒙 不亮 估计是 估计是吕蒙或者周泰 周泰的可能性比较大 孙权的话尽量把手牌把空 让那个卢塑去录 孙权就不要扔桃子 你自己吃的桃子 当然你扔给卢树也可以吧 他估计是周泰 那也可以 让这个卢树去撸吧 让卢树把 之前和赵云的撸一下 赵云的盘因为是被乐过的盘 才会比较好 这就是我大无果刷牌流 先打的话 可以打这个残血的黄中 把他先做掉 先录一下会比较好吧 别逗 看他会不会录啊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你把黄中的录给孙权 会比较好 孙权手牌多了 不是什么坏事 我录的还是有点问题 先打出过 应该国字的无险可击啊 然后盖宁的话应该有一波爆发 盖宁表示我可以吃菜 这个大腾甲啊 这个大腾甲啊叫悲剧吧 拆光了 火上 看见说收了 你以为玩身份局呢 收了 收了人就回家了 玩真身份局经常是 那个反对说收了 你这 你这 收了人就回家了 这 算长了小桥吧 算长了小桥就可以吧 反正都捅不进去 直接九火炸太凶了 全带走 哎呀 刘备还藏了一个桃 嗯 保了一下自己国家的 裂弓 然后放南蛮 南蛮的话有点伤啊 南蛮的话有点伤 这个 这个还假 这个我觉得不用假 我捡了也还行 一会想录就录一下 打将军操人来了 敢巨手吧 这个肯定是僵尸 僵尸出来了 要不然别的武将有技能 武将早就亮了 敢蹲坑吗 你就不敢蹲坑啊 有鲁素啊 武国团战 然后又是断长了一个 跟上军一样 这还是 就断长了也不需要 杀你是杀不动的 第三张牌吧 回一下血 不过的话 这个肯定还是要被录啊 肯定还是要被录 下一刀 带不走 死你耳朵发动一下吧 看孙权勒能不能过 孙权勒没有过 如果过的话可以耗施加蒂蒙 可以耗施加蒂蒙走起 给干净一些黑牌 然后把孙权的和那个谁的撸一下 孙权的和赵云的撸一下 这就是鲁素和二张强大的个人能力 完全打爆你们 鲁素的鲁素在国战里也是非常非常强啊 真的非常强 你看这个鲁素 现在这个鲁素的位置特别好 然后还有二张 就能充分发挥了 刚刚是个大袍子 是不是偷谁的 偷干净的 不一定 很有可能是偷干净的吧 干净要不然怎么直接跑去拆他了 拆这么准 带牢的话 可以 你带牢扔出来 让鲁素一会看 让鲁素一会开一下好一点 你这完全不敢蹲坑吧 鲁素的话可以放全真机啊 让真机多动两会和 一定真机有张辽有洛神 让他爆发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还能动一会和 就只能指望真机爆发了 真机不爆发 基本没什么机会 过刘备刘善基本上赢不了 他来了个乐 乐的话你肯定贴鲁素 不过这个东西啊 就无过这种组合 你乐谁都不好 你乐 你乐孙权肯定白乐有二张 你乐鲁素的话 这个孙权有过牌能力 能找过拆什么的 看看吧 看看他会乐谁 估计他会乐鲁素应该 下一刀 看看这位方能不能带走啊 下一刀 然后挖一刀 孙权 赌一下不屈 两牌你要是倒了 两牌你要是倒了 也太悲剧了 看看孙权吧 看孙权能不能找到过拆顺手 孙权最容易 再来打无限了 找过拆顺手 就是要找过拆顺手 其他牌都制衡掉 孙权不知道为什么留了两张 孙权我觉得他可能留了一张桃和一张冰吧 其实我觉得冰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可能还是解了鲁素的乐比较重要 多制衡一张 好干净抠得住一张无限啊 就非常给力了 又可以录一下 卢神机 杀不到啊 看一下干净 干净可以把距离都下了 好的 把那个国家的距离下了 把真机的距离下了 这个被子距离下不下都不行 不下 让他删一刀 他就 他就不能那个什么了 他就不能放拳了 本来放拳也很恶心 拆了警力也可以 他杀不到鲁素 保护鲁素一下 如果大无国的团战就这样 就是你只要配合起来 运转起来 就会非常的给力啊 鲁素要死了吗 鲁素要死了吗 鲁素帽子要死了 哎呦天哪 好给力的干净啊 好给力的干净啊 不过刘备刘善啊 基本就是给别人打工的命啊 他基本没什么赢的希望啊 但是他也只能死打 我的天哪 你真的三 三个不去就倒了 我只能说你太不给力了 好吧 本来孙权不倒的话 这个更是稳稳的 你三个不去就倒了 这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这个刘费 这个刘贝二了吧 他估计是忘了 也不仁得了 把无蟹给扔出来了 看你就是做死啊 哎呦 这手 这什么手啊 把无蟹也偷走了 那可以耗施 如果的话你这样的话 就是让鲁素他能把牌分出去了 本来的话 嗯 本来的话鲁素啊 他是分不出牌去的 他一张牌 刚才刘备这牌 刘备说大师你用牌了 哈哈 你的牌太多了 无限可击 嗯看一下吧 带回去 怕巫钩团战有点危险了 又给他藏了一个酒 这个时候看一看怎么打 看一看刘备怎么打 刘备的话很可能 应该会给鲁素牌了 看见有闪 这个时候刘备 或者给鲁素牌或者放权大师了 哈哈 刘备给刘备表示 你不给我 你不给我三位牌 我不放权你了 哎呦天呐 这个这局打得太纠结了 还有没有鲁 哎呦我的天呐 太给力了 好给力的干净啊 你既然有鲁救 有鲁自养 这还是我刘备流的功劳 看看能不能逆袭啊 可以带走 可以看看能不能带走真机 真机竟然 真机竟然傻 哈哈 那你就只能悲劲的去死啊 你既然没有弄死别人 你的运气不好 抽不到头 命运的天平就倒向了五国 五国真是在坚固中 三打五 没啥 我爸爸是刘备 反正的话 现在还是比较危险 当然还是比较危险 之前中间有刘备犹豫了 不过刘备他也不会去放卫 我放卫我 他自己也没气 反正这总之刘备就是最没气的一个 好的 给作争防御他 不让你顺 差一刀 有个桃子点起来 那就安全了 这个不能耗湿的 直接火杀带走 直接火杀带走 哎呀 这会儿打的真是太刺激了 从最开始的三打五团战到最后一雪的精彩气息啊 然后今天的录像就放到这吧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